HELLO 各位升級歡迎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Video Talk 我是仲威 2020是鼠年 所以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新的一年 各個生肖或者是市農工商 不同行業的人 要怎麼樣才可以賺大錢呢 那我今天就直接就預言了 不辭言了好不好 今天所講的話 都跟我的命理專業是有相關聯的 哈囉 我是小安 我是84年就是屬豬的 那今天想聽聽看 在明年怎麼做可以在職場 會比較如魚得順一點 大家好 我是沁寧 老師好 我是屬雞的 然後新的一年的運勢怎麼樣 都希望跟老師請教一下 對啊 那麼市農工商的市代表讀書人 我們稱它為木 木頭的木在五行中 你派別來看的話是屬於木 今年是屬於金水屬年 也就是說跟這個木有相關的 能夠幫他們加分的水 它今年如果多接近我們所說的 藍色紫色黑色 那麼對它考試運啊 然後藉由這個文品啊 藉由它的才華智慧賺錢的機會 我認為是大增的 也往北的方向去教學拓展業務考試 我認為是有加分的空間 農本身呢在五行中我們稱它為水 當然屬水的不只是農啊 也包括旅遊業啊 運輸業 交通業 航空業 都屬於水 我會建議它 藍色紫色黑色以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重視在它的本身來說 這個金洞的擺設 如果是擺在偏北的地方 或是我們說偏西的地方 都是屬於一個金水相生 金金相生的一個加分的擺設 但是你擺金洞 擺聚寶盆都好 都要千萬記得裡面要放銅板 還是真正的洋宅風水的開運聚財 工本身屬土金黏 因為是金水屬黏 所以金色是白色 所以白色跟金屬顏色 跟銅的金屬製品 在居家的書房 客廳 都能夠擺在茶几或書桌上 有沒有聽過那個 類似金的那種獅子啊 或類似那種飾品啊 項鍊啊 耳環啊 如果你是相關的行業 我會建議你多做這樣的選擇 可能是加分的 居家如果桌上擺一個小的魚缸啊 或是居家的北方 東方 西方 擺你要的水族箱養你魚 水清澈 魚活潑 錢財資金的周轉 自然就是所說的 無往不利 對你本命年跟流年都是 我覺得加分 無所忌憚 無所恐慌的 百分之百加分 整個通論來說 有幾個最開運的方法跟大家講一下 一 就是要讚美 讚美 不停的讚美周到的朋友 老師你長得超帥的 這個報紙有寫啊 第二個就是你要記得一直要微笑 微笑面對群眾 微笑對面對很多的問題 會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危機 第三個就是口齒要分方 時常要刷牙保持 不要有任何的口臭的現象 第四個要勤噴香水 讓你人氣提升 這四個原則 加上剛剛私農工商的建議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天下無敵的一個 蜀聯的一個開運的建議 那如果就是 不要分生肖 就是如果大家平常想要 多賺眼錢 有沒有一些招財小物 或是放一些什麼東西在哪裡 那我覺得說居家保持 窗明激進 整齊清潔 通風得宜 這都是最省錢的 風水開運方法 如果以化妝的感覺的話 如果你今年想有好的財運的話 眉毛可以畫長一點點 眉長過眼左右逢圓 再次感謝老師分享了 謝謝讀者 謝謝網友給機會 謝謝感恩 謝謝老師 謝謝